川普这就不说了 但是现在我们进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于中国的政策 你觉得川普蓬佩奥的政策有用 就是这种强硬施压的政策有用 还是说拜登说要对话这个政策有用 拜登的政策已经早就失败了 叫了中国是个破产的极权主义 还不知道呢 那小朋友说偷观养晦战略欺骗 到了川普明白过来了 你们世界贸易组织 那个美国最开始给了中国最后待遇 完了美国一带头 中国就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20年了 他那个承诺他兑现了吗 你想想 所以说我觉得川普说贸易战 川普当时就说 我就说干 川普这干界 我们早就败了 我们是需要对等 你的承诺 我们得落实 所以贸易战的实质就是诚信 就是你有组织诈骗不行 你骗我一年骗我两年 还老骗我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为什么说川普比较憨厚呢 直来直去 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一个品质 一个政治家 哪那么些家算计 有一句话叫机关算计 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你做20年了 当时首席贸易谈判龙永图 我们俩做了好一期节目呢 对龙永图为了入室 跟这个美国进行了 叫做霸人团 谈判的时候是比较年轻 头发是黑的 快谈完的时候 头发都白了 所以当时龙永图 跟这个美国的首席贸易 谈判代表一个比较瘦的女的 我记得叫八二岁 谈得很艰苦 最后问朱镕基 朱镕基就是老二 老大就是江泽民 军事后派完 同意 同意的时候 要想着兑现 对不对 但是这件事呢 也是让中国占了大便宜了 它的经济 融入到了世界的这个循环里头 当时我们叫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所以中国的经济 高速增的因素 我跟你讲 但是你还老骗人家吧 你一年赚人家 美国好几千亿美金 你得想想 所以我觉得 他对于中国的政策 就实实求是 因为你知道 你让中国一夜报复 它不是好事 你想让中国这几十年 好家伙 这些贪官无力 都成千上万个亿了 有是好事吗 你想你中国的经济 这么高速的发展 你的环境呢 因为中国的发展 从外头是靠着入市 从内部 是靠着欺负农民 叫低人权优势 大量的耗费资源 严肃污染环境 再加上欺负 再加上 这个诈骗成功 一年赚美国好几千亿美金 但不是好事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非常拥护 这个胡锦涛那句话 叫做全面的协调的 可持续的发展 你得可持续的发展 你高速发展二三十年了 你还能几年 你能老这么高速下去吗 你这么老高速 我们中国受得了吗 一会我就受不了 北京的污染 你受得了吗 你到美国来一看 蓝天白云 你在美国 我来那年 一月份 三十一天 二十七天严重的埋 你知道吧 你想都到这份了 所以说你美国 对中国进行 这个让它兑现 让它经济 不要这么高速发展 是好事 你慢慢持续发展 可持久的发展 这才是好事了吗 就是说你让人一夜暴富 能成吗 暴富就暴发货 他别的都跟不上套了 那么川普政府 所以我觉得呢 你要说川普 对于中国的政策 对中国是长远利益 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 主要是脱钩 或者贸易再平衡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但是他对中国 有一些外交政策 涉及到地缘政治 比如说强力的支持台独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 就是台湾做什么 他都在 那如果这样下去会有效吗 会不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 台湾根本就不是台独 老牛这概念 我老跟你讲 台独就是透的概念 因为台湾是109年以前 大清朝退了位了 把权力归入 全国人民 这个我是知道的 大家也知道 但是现在民进党政府 他们要推动的 就是台美建交 及去中华民国化 他们最终的 只有一个出路 一个可能就是台独 那么他如果说 但是他的护照上 都把中华民国都去掉了 他的未来也肯定是 也肯定是把他去掉 这个咱们就 中华民国在台湾 但是这个台湾人也不太想 中华民国了 我的意思是说 他这种强硬政策继续下去 强硬政策继续下去 会不会导致就是台湾走向 美建交 或者中国的强烈的反应 导致中国这个发展模式 和这个政府更加的稳固 我是这个问题 没有那你说 他稳固什么 他想打 他有那本事吗 你问问 对不对 美国又不是你下大的 就是说中国人 费逼的去拥护习近平 然后去打台海战争 正在二战以后的 实际控制线 怎么了 打不起来 您这么确信吗 就是中国没有那个能力 也不敢打吗 就算是台独了 已经跟美国谈就要打 当然确信 这常识 这常识 中国这鹰派不都降掉了吗 打什么你打呀你 那如果说台美建交 或者台湾加入联合国 中国会怎么办呢 那是陆读 本来就是 台湾是联合国的创始国 什么叫副 什么叫建交 副交 台湾是咱们中国的希望 两千四百万人 别都不说 就这次去传染病 人家台湾搞得最好 而且人家 我记得说 今年5月2号 蔡英文就任的是中华民国 第15任总统 谁说 他们台湾人 想弄立台湾国 我了 不胡说八道吗 所以我就说你们尝试 你们都没有 对不对 那是陆读 陆读是哪天开始 那是1931年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 成立中华苏埃国 当然我就跟学生说 我说你成立一大毛国也可以 因为中国有改善换代 你怎么在中国成立苏埃国国 你怎么那货币是列宁的头像 你怎么是红旗 你怎么叫红军呢 明明是什么陆读 1949年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 中华人民国成立 中华人民国是中华民国的继承人吗 他是中华苏埃共和国的 才是继承人 怎么叫台独 哪有这事啊 明明是陆读 大陆读 那如果说台湾 不是建交 根本不是建交 那是复交 那中国大陆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对 没什么情况 中国大陆应该把台湾当成榜样 那是我们中国34个省级单位 搞得最好的人 政治民主化 经济现代化 拼护差别最小 成安差别消灭 这次疫情也是 人家台湾搞得最好 学习台湾 但是你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的民情会去学习台湾吗 还是会高喊着拥护习近平 拥护中共去武力收复台湾呢 如果台湾复交的话 不是 他美国跟台湾复交 这叫知识求是 我们中国人民的还有一个 我问的是复交了以后 中国会有什么反应 你本来吗 你就是给我们评估一下 中国大陆会有什么反应 好好的学习台湾 没什么反应 好好的学习台湾 就这反应 你打就打 下大的 南海或者南海都是海军 你中国的海军跟美国的海军打 必败无疑 人家不说了吗 34小时 比他们甲午海战还得失败了 还得快 明白这事吗 什么反应 你敢反应吗 你 那中国老百姓呢 那中国老百姓呢 海军人家打了大 老百姓高兴 高兴 当然得高兴了 老百姓过好日子 你去到台湾看回去 人家台湾几年以前 我记得好像人家就两万多美金了 对不对 我一旦说 人家台湾这个省搞的是经济民主化 这个贫富差别最小 城墙差别消灭 那中国老百姓你不想过好日子吗 就是学习台湾就可以过让好日子 统一 统一了 就是说中国人民会就是支持 以中华民国来统一 这个战略是吗 不是让你统一在 不是让你统一在这个集权主义 你在集权主义你能统一吗 你 这真是 好的好的 金正皇统一了 金正皇统一了 那不是就是天二日子就完蛋了吗 那么你觉得 如果说啊 现在很有可能拜登如果上台 以他的对华政策 那中国会会怎么样呢 未来十年二十年 我觉得第一 我觉得呢 他能不能上台 这我不知道 这是人家美国人的事 就是他上台了 对中国也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据说民主党对华政策也挺厉害 他们的议长叫佩洛西 就说那个女士反共言论 也不少呢 他有可能 比如说拜登的儿子腐败 这种腐败如果是真的 那么如果 拜登当了总统了 他跟中国继续腐败 那么中国就麻烦了 腐败在中国不是好事 挖空你 把你这些太子党 官二代什么红二代 什么红三代 全给你腐蚀掉 那中国就完蛋了 你知道吧 人家讲吧 人比自辱别人才辱之 家比自毁别人才毁之 如果他制裁你 他让你别这么负责这么快 你别这个大量后卫资源严重污染环影 你少欺负点农民 好事 中国的经济速度应该降下来 当然应该降下来 为什么这么快啊你 你以为你快是好事呢 对不对 好的好的 那行 那今天的这个 你快经济上去 今天上你带来的两极风华 关键在这呢 你不是说咱们共同致富 他不是共同致富 他两极风华 你看大陆这些贪官 一个贪官 原来是 刘青山 张子善贪污两万 这共和国建立以后 叫共和国反腐败第一刀 那两个地位书记 多少钱 你去看看多少钱 两万人民币 现在两万 两个是二十个亿 二百个亿 你想一想 嗯 好的 那我想 所以说你说他制裁中国 人家谁给你制裁了 嗯 行 那 公平贸易 让你得公平 你得跟人家对等 对等有什么错误的 嗯 应该是相当充分了 行 我们不想欺负人 我们也不想被别人欺负 我们也是应该对等 嗯 对不对 还有一句说话算话 成事守信 让你成事守信有什么错误啊 那孩子的 坏机关就不能惯 我记得有一个人事 我记得挺轻重 就是武汉有一个 作家叫方方 方方 他写了一东西 我看见了 就是他小时候啊 很小的时候他撒谎 他妈妈不干 你逼得撑你撒谎了 据说 给他整哭了 所以方方好像长大了说 我这一辈子都不撒谎 你小时候你撒谎 他的亲妈绝对不能饶他 你不认错都不承 所以这个 方方就说他一辈子就没撒谎 这就是命好不是习惯好 这个不撒谎的 这个成事守信的习惯 是从小时候培养的 中国就不诚实 也不守信 香港你都知道 五十年不变 二十年可以就变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他自治 所以说美国呢 对你进行制裁 实际上是养成一个好惯 你得兑现 你如果是都二十多年了 你如果是 那种各种的承诺 你得兑现 这是好事吗 这是帮着你中国 养成一个好习惯 如果我 我孤容你 我姑息纵容你 你腐败我也沾点光 你只要给我钱 我就 我也给你腐败 那中国就麻烦大了 就万劫不复 你知道吗 所以你得明白 你去看看那方方那日记 那段写得特别好 他特别小的时候 他撒一谎 他妈绝对不饶他 如果当时就饶了他 他就形成一撒谎的习惯 你知道吗 那就麻烦大了以后 好的 那您对这次美国大选 还有什么 或者对美中关系 未来的走向 还有什么补充 您可以用三句话 给我们总结 就是我对美国的大选 是谨慎的乐观 因为美国人 我觉得还是会有这种 诚实守信 这种输得起 比如说 不管是川普输 还是拜登输 我相信 最后他们还是要 跟希腊理学 失败了 我承认失败 我接受挫折 我不服不服四年以后 再来玩 我相信 但是这次呢 由于有了这个 传染病 这事呢 是他们谁也没想到的事 所以这事就闹得比较 这个 紧张吧 但是我还是一种乐观 我相信 美国的 这个 共和宪政国体 因为人家搞了二三百年了 我们中国一百零九年 没搞成 所以我前一年 不是 我前一天 我跟那个李南央做节目 他七十岁 他的爸爸是 一百零二岁 高龄的李瑞 李瑞死的时候有一句话 他就盼着 中国宪政大开张 结果他盼了 将近一百零二年 他也没开张 我现在一样 我也盼着 中国的宪政大开张 所以说 现在我们就要帮着 美国这个灯塔 插个灰 两句话 星条旗永不落 星条旗是一个 象征 就是共和宪政国体 就是 还有中国有一句话 义永俊进行曲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好声 中国这民族早一天不叫声 多一声不叫声 他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他也不主动叫 他都得被迫着 他才发出最后的好声 就一声 所以我觉得这两首名曲 一个是美国的名曲 星条旗永不落 一个是中国的名曲 义永俊进行曲 这两个歌 所反的这思想 应该结合起来 就是星条旗永不落 他得有这细心 既然我们是这个灯塔国 我们就得让灯塔 不能走 灯塔有点 灯了灰了 我们擦擦 看它亮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也一样 你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所以为什么说 七千多万人 信这个共和党的人 前两天 人家在 在首都游行 明白了 尤其这次 这个美国大选 参选率 据说相当高 据说原来可能60% 这次有可能90% 还有 还有这个两个事 我也跟你讲讲 一个 就是美国的警察工会 据说几十万人 他们就支持川普 所以这件事 影响到在美国的 这个华人 叫美纪华人 美纪华人在美国 有四五五六百万呢 因为华人都比较 温联工姐让 如果你们家出了事了 你打电话 报警 那警察有人说 我退休了 我不干了 你在家里 你遇见一些 刑事犯罪 你报警 人警察不来 没了没那么些了 所以这件事 就直接影响到 在美国这个 五六百万华人的安全 你知道 这是一大事 你们不是 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 阿米什兔人 阿米什兔人 就是美国的 一口二民族 人家不现代化 这非常棒 你为什么要现代化呀 你们做T车 我就做马车 你们点电灯 我就点油灯 美国阿米什兔人 据说几十万呢 我在报道里看见了 他们坐着马车 一家熬小 骑着马 就来了 原来他们都不参选 就是你们 选爱选 选谁选谁 人家 这次他们出来了 所以这次 也就是说美国 用中国的那个名曲 就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你们也得背 或者发出最后讨生 但你们不要像中国人 就当一声 你们多叫我几声 我觉得就这么个意思 一个是星条旗永不乐 一个是最后讨生 好的 当然也不见得那么损 人听完啊 我也觉得他不见得最后 但是也是一个严重的斗争 好的 阿比什尊出来 警察工会说 我们也出来了 行 华人得自己明白明白 你别翻译是砸自己脚 你们支持那个 那个那个 主张这个 这个说话 非常大政府 起要社会的 你们主张那个 你们主张的警察 都不能够 这个有些非法犯罪事 比如说打砸抢烧 打砸抢烧在我们国家 那就是刑事犯罪 对不对 是 那非常感谢周老师 这次 等他烧你们家 人家也不管 好的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就实施问题 连线周老师 那这次的访谈到此结束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好 大家对于周老师 关于美国大选 关于大选舞弊 关于美中关系的观点 有何看法 可以到我的电报群讨论 我的电报群的链接 就在节目下方 同时 其实我也正式邀请了周老师 就是加入我们的电报群 说不定到时候 会不定时的 给大家在群里 做一个小讲座 同时 我们也会在每周五晚上 进行一个群友的 连线会议直播 在Zoom里用音频 讨论一个专门的问题 在我的个人频道 审视多事直播 也欢迎大家参与 参与的方式 在我的电报群里公布 电报群和个人频道的链接 都在节目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 解释收看 并参与讨论 好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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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é��라